让他被十几只蚊子叮咬颈部还有双手 于是他愤而控告饭店间接上海 对抗蚊子电蚊拍双手都成了打文利器 但台南出现特殊案例 24号晚间一名陈姓男子到台南北区一间饭店投诉 剩到一半说有蚊子告知饭店人员却不接受对方的提议帮他换房间 剩一晚之后隔天立刻到派出所报案告饭店间接上海 因为蚊子咬伤来提告远景低调地说 这还是第一次碰到按照程序受理 但男子一直没有提出验伤单 警方表示受理的案子缺乏相关文件 这案件不一定难成立 你伤害是刑事案件呢 犯店的人谁伤害你 因为那个是一个刑事案件 那要有犯罪人 那犯罪人是限于自然人啊 律师说伤害最成立的几率 及胡适林虽然男子到案后 变称饭店房间没纱窗 才会看他被十几只蚊子咬了双手以及颈部 但饭店也反控 是男子要求续住一晚不用钱 还要索赔一千块被拒绝才会提告 两边各说各话 但民众因为蚊子叮咬而告伤害 也让袁景直说真是罕见 TVBS新闻徐继红 王老田SNG小组台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